HELLO,大家好,我是Katherine,我也是民視的最新免費更新來了,那要怎麼樣更新呢? 一樣,只要打開Origin,在遊戲庫裡面就可以自動更新。 這次的更新主要新增了可以設定人物的代名詞,他們的稱謂,設定他們的pronouns,這個新功能。 那目前這功能只有在英文版的遊戲裡面才有,其他語言還沒有,不過他們有提到說未來,還會針對全部的語言,都新增、自訂代名詞的功能。 那這個所謂的pronouns代名詞,就是針對不同性別的稱呼,如果說用英文來看的話,就是比較中性的稱呼,they,them,或者是比較女性化的稱呼,she,her,或者是比較男性化的稱呼,he,him。 所以我們可以自己設定,看我們希望的人物被怎樣稱呼,那如果說不想要這幾個他預設的選項的話,我們可以自訂代名詞啊。 這個自訂代名詞的功能,我覺得用途非常廣啊。 例如說我們可以來個比較有趣的,像什麼陛下啊,殿下啊,之類的。 那如果說我們看中文的話,好像代名詞其實並沒有太大差別嘛,就是可能書寫上有點變化啦,就是女字旁的他,女字旁你,或者是人字旁的他嗎? 那有比較中性的稱呼嗎?可能是人字旁的,算是比較中性的稱呼嗎? 所以感覺其實不同語言可能比較難去設定,而有些語言裡面可能並沒有就是所謂的中性稱呼嘛,或者是有些語言可能並沒有特別分說女性化的稱呼,或者男性化的稱呼。 所以我想這可能也是為什麼他們一開始只有先出英文版本的自訂代名詞,自訂稱謂功能,因為可能其他語言比較沒有那麼好的去設定,可是未來他們書也會出,所以我們可以期待一下。 我覺得功能還蠻好的啊。 那這裡有提到說,目前這個自訂代名詞的功能,他們有盡量囊括全部的東西了,但是某些東西還是沒有辦法完全做到性別中立,例如說像媽媽、爸爸,或者是警察。 那這個部分在中文裡面可能比較沒有差別,因為中文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都是叫做警察嘛對吧?沒有什麼特別的男性稱呼或者女性稱呼。 那之後,當我們在上傳人物到工房的時候,這個代名詞也會被一起上傳,不過一樣,目前只有在英文版本裡面才有這個功能,其他語言還沒有。 不過我想,既然英文的都已經出了這樣的功能了,那其他語言應該是不久後也會出了吧?應該是不用等太久了。 這次的更新除了自訂pronouns的功能之外,還有一些bug的修復。 那主城市的話,他們針對了某一款髮型,有一個編髮,還有紅色蝴蝶結髮型,原本有一些穿模的現象,他們把這穿模問題改善了。 那還有我們在玩那個不要吵醒落馬那個遊戲主的時候,我們現在可以正常選擇換個遊戲的互動。 好吧,那這個就是這次的更新內容。那你們對自訂代名詞的功能有什麼想法呢?有什麼想法都可以在底下留言一起討論。 那這個星期我想還會有一波免費的快禮包,就之前他們有提到他們跟歌手合作一起推出新的音樂嗎?之後我也新增。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讚喔,會給我很大的鼓勵,非常感謝你的支持。 我會持續更新SIMS的最新消息,所以可以按下訂閱,開啟鈴鐺,就可以收到紅支。 感謝收看,我們最後下次再見,掰掰。